因为我们品牌本身是喜欢走比较自然 然后走比较人文的 所以也比较低调 所以我们希望用很多的天然材质 自然的感觉让人家一进来就觉得好像回到家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 跟这种文化就会很契合 跟我们的品牌也比较契合 其实两三年前就有一个美学空间的概念 那当然这个概念很多人也都有 可是我们要看我们品牌是如何的去展现这个概念 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有想说 我们既然是做茶具餐具跟家饰品的话 应该是跟这样子的空间结合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能够来到这边体验到我们设计的产品 能够实际的使用它 所以它是一个体验式的 不是说只是放在那边给人家观赏 然后呢有的人会有对陶瓷会有障碍 怕它破掉所以就改用 所以呢我们想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的话呢 大家会比较清楚我们想要表达的 人最直接关系的不是钱 也不是奢侈 也不是时薄 也不是流行 所以我觉得跟人生活最能贴近的就是大自然 那我觉得民生社区这个区块就跟大自然最接近 我来的那天我就说他在跟我招手 他不知道我有个感觉 我一进到这个傅景街以后 就看到一个猪这么大一个字 我说爸我找到了 我一来我就说他在等我 我就有这个感觉 结果后来我问了一下仲介 因为傅景街这条街这么美 它很少有房子出租 也很少有房子买卖 那我说你这里有几瓶 他说有六十瓶 我说正好就是我要的瓶数 他说那就在等你了 所以我三天之内就把它牵下来 因为我们喜欢一个穿透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般设计的手法会把外面的景带进来 所以那正好外面的景是个公园 所以带进来 那它有一个无限延伸的深度 所以感觉这个空间会更有趣 尤其这个房子它很深 那它很深的话到后面就会黑的 所以这个区块都是黑的 那这个天井正好在这个时候呢 就最合适 就是在一个最黑的地方它出现 所以它突然有个阳光这样子 那在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柏林 因为柏林是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起起点 所以它是一个很成功的示范 所以我就去那边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以后我发现到说 整个柏林现在目前最红的 就是一个恶手的概念 或者是有点像这样的墙壁 都是比较粗糙的 甚至于那个弹孔都还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它原来是有油漆过的 那当然我们一定会把它打掉 因为很旧了 所以我们一打掉的时候 就一打掉就是这个样子 完全没有变 没有做任何的设计 那一打完了之后 我说就是这样子 不要动了 那人家说你说这么确定吗 我说对啊 这跟我跟柏林完全结合了 只是没有弹孔的 这个也表现出我们一个形式 十年前当其他的国内业者 还沉浸在代工获利的时候 Cassie她就已经决定要自创品牌了 只是当时台湾的消费环境 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支撑 本土品牌的生活美学用品品牌 于是他们就先从欧洲的市场 开始发展 因为在当时 欧洲对东方文化的关注 其实比我们自己还要热衷 于是Cassie一个台湾品牌 却是先在海外得到不错的成绩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 走到今年已经第十年了 所以其实国内有很多朋友 也不太认识我们 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十年 我们在头一年 就直接往欧洲去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欧洲 美国 日本 这个区块 香港 这个区块很活跃 那到了2007年 我们才在台湾设了第一个店 因为有一次我去听一个演讲 他就有提到过说 我们人要靠脖子以上的地方赚钱 不能泡脖子以下的地方 那我想就是意思就是用你的脑袋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己设计 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说 我们台湾不能设计 我从来没有觉得过 我觉得我们台湾绝对可以设计 因为我们那么有经验 跟国外的这个买家做了那么多的结合 这样二三十年 我们一定有办法转移 所以我就想说我至少要来试试看 如果没有试成功就算了 反正没人知道 没人认识我 如果我成功了 我赌个五年 如果我成功了 可能我后面的路会 会非常的海阔天空 所以我就是凭着这一点想法 我就下去试 那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傻傻地开始 然后傻傻做到现在 我们跟西方东西又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又不是纯东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东跟西之间的结合 我们算找到一个位置 找到一个还蛮舒服的位置 所以西方人看了 他觉得有东方的气质 可是又有西方的这个国际精神 那东方人看到的呢 他也觉得你有西方的 有当代的国际精神 可是又有一点东方的气质 所以我们在两方面都还蛮能结合的 其实我们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所以我们给很多老朋友 新朋友感受到就说 你们公司这么久了 我看了这么久 你们一直都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不代表说 我们就是一成不变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下 我们表示我们很秉着我们的观念 一直很坚持地走这个概念 可是在这个概念之下 我们有做很多的延伸 像这个咖啡就是我们一个概念的 持续的延伸 扩大的延伸 然后呢 理念的放更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真正的踏实地走入到生活里面 不是一个静态的 它变成一个动态的 那一个互动的 跟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然后让消费者直接跟商品当场的感受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也很想表达的 两个从法国念书回来台湾的女孩子 在台湾创立了Ruben 那每当她们创作的时候 总是在想着巴黎的美好回忆 那作品当中呢 透露着巴黎女性简单的优雅 那今天的风格大赏 我们邀请到这两位设计师 一起来诠释她们记忆中的巴黎之美 而这两个女生啊 也非常有趣地说 在巴黎啊 灵感总是源源不绝 但是离开越久呢 脑袋就渐渐停摆了 那多么希望台湾也能够成为一个 充满创意的城市 主题 应该就是还是我们一贯的风格 我们就是希望有一点 比较女性化的感觉 然后所以她着重 很多地方都有些荷叶变的细节 就带一点浪漫 因为我想说巴黎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 所以想要把这个元素交在里面 然后这次的系列也是以洋装为主 因为希望大家可以女生在上班前啊 或要出去吃下宴会之前 就很简单的穿上一件漂亮的洋装 就可以出门 然后但是这一季我们也有一些 比较中性的产品 只是是里面也有一些女性的 女性的设计人士 因为我们算是秋冬的款 可是我们希望应该是早秋 所以还没有到冬天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的用色并没有说着重一些 黑色啊 深色 灰色等等的 而且我发现在台湾女生 就是穿一些亮色都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们会选比较一些明亮的颜色 然后避免一些比较厚重的颜色 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在巴黎的时候就开始的 然后我们很想 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巴黎女生都很有自信 然后对衣服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喜好跟标准 然后我们就很希望把这一套带回来给台湾的消费者 那主要是我们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有自信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都会很重视服装的质感 然后很重视发挥个人风格 然后还有他们对于经典的东西非常在意 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的设计 还有我们的理念 还有我们的品牌 可以把这样子的美带回台湾 就主要是简单 然后简单中又带一点自己个人的特色 然后我们就还蛮注重衣服的质感 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台湾很多衣服 它的质感并不是很好 然后可能大家买了十件都是质感很不好的衣服 可能穿一穿就丢了 没有一件是你一直可以放在衣柜里 就是在一穿再穿的 对 然后我们的风格可能就是 就是复古的元素会有 然后会有一些优雅的氛围这样的衣服里面 那就像Jennifer讲的 就是我们很重视植料的选择 其实我们每一季大概都是想要传达 我们在巴黎感受到的这种美和这种震撼 那因为我们回来台湾已经一段时间了 然后这一季的作品应该可以说是 更强烈地表达我们对巴黎的怀念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作品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质感的坚持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简简单单地用 一两件单品就穿出一种很有质感的感觉 然后这个东西是不会有太大的流行性 因为你可以今年穿明年穿后年穿 但是这样东西可以让你发挥出 你这样应该不是你穿衣服而是 而是让这个衣服把你变漂亮 突生一个人的 让你更漂亮 而不是只是把衣服穿着而已 所以这样子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件作品 都可以陪着我们的客户很久的时间 然后在一些重要场合都陪着他展现最漂亮的一面